欢迎收听《伊妃独步天下》,我是季云开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,就到平衡去来找我吧。 第六百四十四集 真正去做这一事,皇上才发现六部和朝廷的水比他想象中深多了。 很多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,他就是了解了六部办事的流程,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将所有流程分解,并把详细的分工做出来。 这种杂事根本就不是他这个皇帝该做的,然现在朝堂所有的官员都抱成团,他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去做此事,也没有人愿意做这一事。 这种事,一个不好就会得罪所有的官员,而且不管最终事情成不成,下场都只有死路一条。 没办成,不需要旁人说,他这个做皇帝的就不会放过的。 办成了,也需要一个人出面平息众位朝臣的怒火,让一众朝臣的怒火有宣泄的渠道,这人选自然是办事的人。 这人还真不好选,不仅要有能力,还要听话好用。 皇上想了许久也没有想出一个合适的人选。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,一个人名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 纪大人 这绝对是一个最适合的人选,尤其是在这个时候,纪家除了听他这个皇帝的话外,他们还能做什么? 且纪大人是纪云开的父亲,由纪大人出面组织此事,再适合不顾。 此事攸关于众大臣之间的博弈,皇上片刻也不肯等,当即让人宣了纪大人进宫。 自纪大人帝师之名被除后,基本就没有单独面圣的机会了,连上次纪新失踪,皇上也没有召见他安慰等,只是说了一声让他不用担心,他会派人去找。 可是找了这么久,别说找到人,连一点消息也没有,皇上真的有去找吗? 但对方是皇上,纪大人就算心有不满,也不敢追问。 这回,太监来传话,说皇上召歉,不管是为了什么事,纪大人都很高兴。 他这种臣子就是靠圣宠活,皇上信任重用才会有好日子过,皇上不信任不重用,那他就什么都不是。 纪大人强压下心中的激动与兴奋,以比平时快一倍的速度换好衣服,一出门就撞上收到消息匆匆赶来的纪夫人。 纪夫人最近憔悴得不成人形,两个宝贝女儿一个失踪,一个失宠,这简直是挖他的心。 得知皇上召见纪大人,纪夫人急忙赶来打探消息。 老爷,皇上召见你,是有心儿的消息了吗? 和失宠的纪兰相比较,纪夫人更担心下落不明的纪心。 纪大人一正,连忙收起脸上的表情,一脸严肃地摇头。 不知道,皇上的人并没有说是为何事。 他差点忘了,他还有一个女儿没有找到,且他这般急切,落在旁人眼中就落了下沉。 纪夫人一脸失望,却也知进宫之事不能耽搁,连忙退到一旁,温柔地道。 老爷,快些进宫吧,别让皇上久等了。 纪大人见纪夫人一脸柔弱,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怜惜之情,握了握她的手道。 别担心,皇上召见我,就表示她还记得我,还记得我们纪家,会有好的一天的。 这段时间,不管是在族中还是在京中,他们的日子都十分难熬。 要是还不能被皇上重用,他们纪家怕是要没落下去了。 我相信老爷。 不管心里怎么想,纪夫人面上都是一副信任崇拜的样子,令纪大人信心大增。 为了不让人看笑话,纪大人强压下心中的急迫,故意摆出从容闲适的样子,随同太监一同进宫。 有一种从容叫文人自风流,那是一种不急不躁,不喜不悲的状态。 这种状态很多时候是随着人的修养与处境自然生成的,并不是你能装出来摆出来的,真要装反倒刻意落了下沉。 明显,纪大人此时的从容就是装出来的,平白叫人看了笑话。 朝中的大臣比皇上的脑子好使多了,心眼也比皇上多,朝堂上常用的手段他们了如指掌。 察觉到皇上的意向,这群人一和解,把朝中的能干事的人一个个滴溜了一圈,圈出了几个皇上可能会用的人,而纪大人就是其中之一。 皇上一召见纪大人,那些个大臣就知晓皇上要用纪大人来办这个差事,至于纪大人会不会答应? 这个真不好说,这世间不缺聪明人,更不缺想要以小博大豪赌一把的人。 不约而同的,以六部尚书为首的十位朝中大臣,私下在一个小宅子碰了头。 一碰头,这些大臣就忍不住开口抱怨。 皇上还真是狠,纪家这些年对皇上可是忠心不二,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,现在却要牺牲纪家。 有什么好意外的?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这位圣上一直养孙处幼,没受过挫折?不说牺牲一个纪家,就是纪家为他去死,他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。 唉,和先皇比起来,皇上还是太年轻了。 年轻的以为他是皇上,所有的大臣都该听他的,由他说一就是一,说二就是二,甚至要他们死,他们就得死。 虽说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,然历史上多少帝王被世家和大臣架空?皇上真以为他是真龙天子就能为所欲为吗? 赵家的江山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有的,赵家的江山也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。 皇上凭什么以为他们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为他赴死,没有一丝怨言呢? 年轻有年轻的好处,至少有闯进,有锐气,敢做敢拼也敢想。 户部尚书一副老实忠厚的样子,和善地开口,但吐出的话却十分犀利。 燕北王妃年纪轻轻就能把皇上和我们这些老家伙玩得团团转, 你们可不能小瞧年轻人。 那位王妃不愧是先帝选定的皇后人选,不管先帝当年应何选择他,不得不说他确实很合适,也有母仪天下的本事。 且最重要的一点,那位先前真的是一心一意为皇上,哪怕皇上并不领情。 提到纪云开,在上的众位大人无一不是一个福字,哪怕是因为纪云开,他们这些人才陷入焦头烂额中, 甚至将与皇上的博异摆到了明面上,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佩服纪云开,佩服他的手段,也佩服他的本事。